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发病时 很像失智老人 所幸 后来陈文倩开刀后康复 怎料 他在7月1日凌晨突然发文 表示他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 因为脑部罕见重病 延迟治疗至少四年以上 虽然可以停下来 但是肾上腺 甲状腺会萎缩 也等于是他们已死了 陈文倩指出 回首过去四年 其实他一路靠着运气打败死神 四年前他因心肺功能不足 血压莫名上升 意外查到肺腺癌 顺利切除一个恶作剧的肿瘤 而2021年他病情恶化 下半身开始肿胀 微血管破裂 脚盘如墨石般 呈黑紫色 陈文倩也坦诚 莫名连续休克数次 好在爱犬在他身上踩跳 他昏迷不醒 约八分钟左右才醒来 换句话说 没有我的狗 我可能去年早就莫名其妙地走了 连死因是什么 医生也不知道 陈文倩坦言 自己逐渐没有意识感 每天吃半碗药物 加上维他命 成为他的家常习惯 血氧浓度92 就吸氧气 高于95 就大声唱歌 现在做点家事 心跳就飙到138 嘴巴有点麻 很快倒在床上 慢身大汗 必须深呼吸几回 湿至筋擦一下 再喝口水 如果加点氧气 心跳很快就会降至83 对于病魔缠身 陈文倩似乎也已经做好了觉悟 打算写下遗嘱 交代后事 陈文倩透露 我不想活在惊恐中 写完遗嘱 交代我走了以后 够孩子的去处 财产捐赠对象 事半完了 我决定一切就Let it be 此外 陈文倩还表示 我如昔日做家事般 把这些一度困扰我的事 一一安排就绪 这比准备文倩的世界周报容易多了吧 现在他还是照常搬花 整理花园 将来更有一个旅行的梦 认为只要药物代购 定制一个华丽的轮椅 一定可以继续行走天下 尤其是意大利 陈文倩打趣地说 生病的好处是你好像快要翘了 你想达到什么愿望 朋友都会全力支持你 真是超级无敌特权 他也说自己的疾病 不必也不能挡住他的伟大旅游梦 这是人生走到最后篇章 我获得的特权 自由了 这个世界的好恶再与我无关 何必在乎别人议论你 事实上 你走了以后 很快没有人会记得你 其实这不是陈文倩第一次发病了 在2022年5月24日凌晨 陈文倩就曾通过社交账号透露 最近一个月因为天气忽冷忽热 我的血氧浓度几乎都在90以下 记得有一天 深夜气温一天之内从上午23度降到12度 又发我全身免疫攻击 全身滚烫 头痛欲裂 心跳132 血压180 血尿 血氧浓度不足85 我拿出最后的力气 跑到顶楼 当时天凉 下着小雨 我躺在地板上 雨打在我脸上 冷冷的 却有点温柔 使我想解脱 后来经过一个小时后 陈文倩的血氧浓度回到89 血压降低至130 全身发热状况才改善 陈文倩表示 自此之后 她告诉自己 人实在太渺小 不过就是天气 少了一些药物 从此 每一个不度过痛苦的日子 对我都是恩典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希望陈文倩能积极养好身体 除了她的身体疾病会时不时发作 被大众关注她的身体健康如河外 她的恋爱史也一直被大众诟病 原因无她 是因为陈文倩曾经介入过一段婚姻 陈佩文是华菲国际公司董事长 课题总裁陈武刚最疼爱的小女儿 身家超过百亿元 但前进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陈文倩便是打破她美好婚姻梦想的人 陈佩文在26岁时 嫁给父亲主义的医生宋正宇 29岁生下独子 王子与公主的婚姻看似美满 陈佩文更为了丈夫全心付出 全然顺服 即使被规定不可以独自出门 不要看电视都甘之如意 但是宋正宇却在妻晓2006年移民新西兰时 与陈文倩发生婚外情 陈文倩和宋正宇是2004年 在友人的介绍下认识的 当年9月 陈佩文回国前 宋正宇要她买新西兰歌手海力的专辑 陈佩文不已有她而买回台湾 却在隔日清晨6点听到那张专辑的音乐 宋正宇当时在客厅听着那张专辑 手上还拿着正在通话的手机 面对陈佩文的询问 宋正宇还挥手示意她不要说话 然后小声地回答 是文倩 她要我一起放相同的音乐 我们再做心灵的交流 心碎的陈佩文当即带着儿子躲回新西兰 多年前宋正宇要开诊所 岳父全力支持借款4200万新台币 但自从宋正宇与陈文倩交往 与妻子离婚后 岳父向他追讨欠款 宋正宇却想赖掉借据提告 之后宋正宇和陈文倩的感情日益加深 2006年宋正宇还趁着农历新年期间 搬走陈佩文在纽西兰住处 价值数千万台币的孤栋 以及两人银行联名的上百万存款 同年3月 陈佩文与宋正宇的婚姻宣告破裂 宋正宇把孩子的抚养权留给了陈佩文 整形名医 富豪千金和知名女星 三人之间的纠葛 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陈佩文经历失婚风波 并不记恨陈文倩 反而还认为是自己不够好 雷婚后性格大变 每天将自己关在家里 租不出户 只为保护儿子 直到2013年才走出阴霾 不过陈文倩最终也没有和宋正宇修成正过 2011年8月 陈文倩受身成功 花了9个月甩掉了40斤 不过他甩掉的不只是身上的肉 还有男友宋正宇 当时有读者向媒体爆料 陈文倩与宋正宇早已分手 两人生活已无交集 据悉 以前陈文倩录完节目 宋正宇都会开车接送 一起回到阳明山主家 但当时两人似乎恋情已逝 陈文倩忙着社交 宋正宇则是过着身躯简出的日子 之后根据两人的友人透露 两人分手的真正主因是2010年的车祸 当时两人开车到北部滨海公路游玩 却发生小车祸 事后陈文倩曾多次向宋正宇提及身体不适 怀疑得了内伤 但宋正宇却认为是他乱想 这样的反应让陈文倩觉得宋不够关心他 于是在2011年年初 两人渐行渐远 宋正宇和陈文倩分手后 每天搭捷运上下班 晚餐也是简单 在住家附近随便解决 回家后几乎不出门 陈文倩除了工作外 忙着与朋友名人聚会 看来恋情结束 对陈文倩似乎毫无影响 单身生活一点也不寂寞 对于分手之说 陈文倩透过助理表示 个人的私事不愿回应 但还会去宋正宇的诊所就医 宋正宇则表示 自己都不知道有分手 跟陈小姐一直都是好朋友 似乎对他和陈文倩的恋情 拒不承认 2012年宋正宇有了新欢 媒体也拍到了宋正宇和香港女友 亲密互动的照片 两人的婚期就定在7月7日 长发急尖 靴尖洋装 媒体拍到的这名女子 紧紧勾着身边的整形名衣宋正宇 两人一起搭捷运到商朝买东西 不是勾着手臂黏乎乎 就是手牵手甜蜜蜜 宋正宇通过哥哥发布喜讯 却还是被问到前女友陈文倩 因为宋正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他与陈文倩轰轰烈烈的7年感情 宋正宇表示 当时分手是陈文倩主动提出 于是宋正宇尊重陈文倩的决定 两人和平分手了 之后宋正宇前妻陈佩文表示 这一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各自的作为都有反省空间 不再恨这两人 已经走出伤痛 并且祝福宋正宇找到人生伴侣 说回陈文倩 她这一生与母亲的缘分很淡 不足七个月时就被送往外婆家养育 外婆家在台湾富甲一方 所以教育上自然不错 18岁 陈文倩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 毕业那年 与被称为中国台湾理论大师的林卓水 谈起了恋爱 林卓水当时33岁 满腹失梳 而陈文倩22岁 娇媚年轻 对于陈文倩 她好到了极点 陈文倩就职业于一家报社时 因为才华十分出众 很快就成为了主编 而林卓水当时也已经准备向陈文倩求婚 可她却潇洒地选择去美国留学 并告诉男友 20岁的我 怎么会让婚姻束缚住我自由的脚步呢 于是这段感情告终 之后陈文倩前往美国留学 她学的是历史社会学 一学就是七年 直到博士毕业 这期间她也有了人生的第一段婚姻 她嫁给了当时的潮流人士贺端番 不过没多久 两人便离婚了 陈文倩非常潇洒 最后离婚时只要了一只猫 之后陈文倩便选择回到台湾 当时她回台湾不到一个月 全台湾的人就认识了这个财思敏捷 形象出位的女人 她的彩色头发 斑斓指甲 亮眼穿着 她太特别了 不穿行众套装 披肩大波浪 可是在电视上的她 侃侃而谈又思路清晰 直至问题要害 很快就刮起了一股旋风 她告诉女性 不要首先从形象上否定自己 陈文倩现象一词 应时而生 2005年 退出政坛的陈文倩 开始从事文学 主要写书和作文 时类的节目 曾在一档叫 《解码陈文倩》的节目中 继续延续她自信感言 鲜明犀利的风格 之后 陆续的几档节目收视率 一直居高不下 洒脱的陈文倩 与称呼她为 台湾最聪明的女人的李奥 私下是蛮好的朋友关系 陈文倩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也是相当懂得品味生活的 在2019年12月 陈文倩在她的节目 《倩问》中 也罕见地公开自己的豪宅内部 乔乔私底下的浪漫山居生活 让人看了相当惊艳 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陈文倩日前 邀请到创作才子卢广仲 到节目上谈心 分享自己的畜生哲学 在他们的聊天过程中 也顺道让人观察到 陈文倩住家的各种设计巧思 首先 陈文倩豪宅的一楼客厅 有一座超大的温泉池 与按摩浴缸 卢广仲见到指呼 实在太郎们 陈文倩还邀约 下次来炮 而对于这个设计 陈文倩表示 这是人生的意外 原来她打算在温泉池旁 放置榻榻米 但却因为榻榻米 可能半年就会烂掉 而被否决 最后只好设置成浴缸 成了三温暖 在节目中 陈文倩特别为来宾卢广仲 准备豪华饷宴 让食量很小的她 满足的指呼 保到理智线快断了 陈文倩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 她生活得十分通透 希望在未来 陈文倩可以远离伤痛 安度晚年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